林烟闹上门时 我正在窗前为顾培唐逢 出征用的护膝 只差最后几针 就能完工了 偏偏府外一阵嘈杂 我分了心神 指腹背长针刺入 痛了好一会儿 我放下护膝 在府门外 见到了带着肚子的林烟 她眉眼生得温婉可人 正跪坐在台阶之下 抬眸看着我 姐姐 你终于愿意见我了 我皱眉不语 还并不知晓她的身份 她边诉边气 将她出身孤苦 差点被歹人欺凌 是我夫君路过 救了她一命 将她以身报恩 如今怀了顾家血脉 却依旧被养在外 日日见不得人 还将她无意与我争宠 只求作妾 给孩子一个名分 她求我成全 说完 她瑟瑟发抖的身体 才渐渐平稳下来 又平住呼吸 闭上眼不敢看我 只等我的答案 武安侯府 外围满了人 都是些看热闹的百姓 这外事当真是不要命了 没听过侯夫人善度 把侯爷书房里 貌美的小丫鬟打死的事 听说侯爷连喝酒 都得请示夫人呢 家中女人不温柔之意 倒也怪不得侯爷 会对这外事动心 母夜叉一言不发 怕不是在想 怎么把这小娘子弄死 看着都害怕 小娘子啊 你这是何必 进了侯府 怕是要被日日折磨了 他们口中 十恶不赦的母夜叉 就是我 许灵旭 一个传说中 脾气暴力 占有欲极强 手段狠辣的恶毒女人 我听着这些话 眼皮不自主地颤了颤 所有人都望向我 等着我暴怒 看我会用怎样恶毒的手段 处置林烟 我手中紧紧搅着帕子 最终松了力气 随后 我唇边样起一抹浅笑 弯下腰 扶林烟起身 妹妹受累了 和顾培堂成婚三载 我从未料想过她 会在外面养别的女人 当年许事正盛 顾培堂还只是 阿爹手下的一员小将 我入伍时争议颇多 经过营帐 我听见她同人争论 女子又如何 只要能上阵杀敌 何尝不能做个金国英雄 后来我以能力扶重 领兵出征 她费尽心思 做了我的副将 刀剑无眼 她舍身为我挡下一剑 营地苦寒 她列来胡求 又为我煮好姜汤 观山一战 我和她双双坠崖 于崖底苦哀岳鱼 见生情愫 后来归京 她向阿爹求娶我 声称爱慕我许多年 我羞红了脸 我自幼被阿爹当儿子养 日晒雨淋 免不得吃上许多苦 面目有黑 手生老茧 哪有半分该有的 娇羞女儿模样 可顾培堂却不顾这些 捧着我脸 一双默默忽闪 一字一句告诉我 我是这世间最漂亮的姑娘 我敏唇不语 心中早已欢喜至极 我曾自以为 嫁给了画本里的爱情 直到许家没落 阿爹惨死 故培堂一战封神 被赐封武安侯 她成了人人敬仰的战神武安侯 我虽是她夫人 却也成了罪臣之女 天平大概是在此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 顾培堂不喜喝酒 每逢人劝酒 她便以夫人不喜酒味推托 有人说她是个妻管颜 她乐滋滋地承认 夫人管我 那是心中有我 人人笑她 没有男人尊严 她不以为意 反口讥讽他们夫人 不如我洒爽英气 她拿我当党酒的幌子 起初我并不太在意 直到后来 事情愈演愈烈 她房中有丫鬟行窃 被发现后修而自尽 不知怎地 在外人口中 竟成了是我善妒 丫鬟冒美 将她乱棍打死 更有顾培堂被野猫抓伤 有人问及 她遮遮掩掩 连练叹气 竟成了我心情不好 拿她撒气 别人提及我 她从骄傲自豪 变成遮遮掩掩 点点滴滴汇聚 我便成了人们口中 跋扈凶悍的母夜叉 所有人都为顾培堂 感到愤愤不平 一个于江山设计有功之臣 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怎能被一后院女子拿捏 即便她违背曾经与我的誓言 另养外事 如今看来 也都是因为 我不够恪守女德 才逼走夫君 酿成大错 我将为完工的护膝收好 哭坐在窗前 等了一夜 等顾培堂回来 给我一个解释 晨曦微亮 马蹄声清晰入耳 不出半课中 顾培堂推门而入 她眉眼依旧深邃 好看得鼻梁高挺 双唇紧紧抿在一起 我并未像往常一样起身 替她拖去外跑 阿絮 压她 她声音阴雅 染上疲惫 神色中有些紧张 我把她安排在西乡 派了松嬷嬷和小翠他们 去照顾 没有刁难 没有逼问 她松了口气 紧绷的尖头 渐渐放了下来 因而她怀孕五个月了 生产之前 我必须给她一个名分 我点点头 神色自若 心中却苦得厉害 那是应当的 顾培堂缓缓走过来 她紧盯着我的眼睛 像是在挖掘我眼底的情绪 她略显错愕 试探开口 阿絮 你不生气吗 娶我之前 顾培堂曾在雨中常跪三天三夜 只为向阿爹证明对我的爱意 她在电闪雷鸣中启示 说此生与我一世一双人 如今拾了眼 我怎能不生气 以我的性子 她怕是已经做好了被我逼问的准备 可原本盘问的话到了嘴边 见她入门时如此紧张临压 任凭她在如何解释都毫无意义 动心便是动心了 脏了 就是脏了 顾培堂又试探着想要扯我的手 被我含着笑 一掌拍开 你是不知道 昨个大家围在门外 都生怕我杀了林鸭 真是奇怪 我怎么在他们眼里 这般暴力自虽 顾培堂的手悬在半空 肉眼可见地抖了抖 我继续道 都说三七四妾实属正常 是我不够温柔之意 你才会养外事 顾狼 当真是我管你太过严苛了吗 她从军多年 身上大大小小伤畜不计其数 美美见红 我都谨遵医嘱 不许她时昏腥油腻 她晚间多梦一醒 常常睡不好 若第二日有要事 我就会让她早些入睡 以免坏了精神 甚至她夏日贪兵 坏了肠胃 我也曾让她进食 身体健康 对一个常年行军打仗之人 有多重要 我再清楚不过 如若是因为这些管教 便能被称为上经母夜叉的话 那我实在无言 我语气中带着忧怨 她猴杰上下耸动 看向我 眉眼染上几分歉意 阿絮管着我 是我的福分 你放心 纵使鸭进了门 我也绝不会让她凌驾于你之上 你永远是猴府的正夫人 可顾培堂 这侯夫人 我突然不想当了 说话间 门外传来一声怯懦的呼唤 将军 大抵是听见了刚才顾培堂的那番话 林一二红着眼睛 一双水唇咬了又咬 刚听下人说将军回来了 一二自知来夫人院中 实属无礼 可一二实在思念将军 便是片刻 也等不及了 林一二极善示弱 恰如其分地拿捏着顾培堂 这是她在我这从未得到过的满足感 我闻言皱眉 等不及 是没命 活到那个时候吗 自知无礼 天要如此 一二姑娘 这府里的规矩 以后还烦请你花心思学上一学 顾培堂刚回来 进了我的房门 不过片刻 她便等不及过来要人 哪能这般 我是上京许是独女 刀枪剑挤要精通 世家规矩也得遵循 只要我还在武安侯府一日 这府里的规矩 她就得听我的 许是我话说得难听 林一二一下子就掉了两滴眼泪出来 她依偎在顾培堂怀里 不饶人的英明一生 阿絮 她怀着身孕 别太为难她了 她出身不好 日后若要在侯府长久 迟早是要学规矩的 顾培堂这话 也算是默许 林一二自知不能再变 委屈别过头去 微风拂过 眼下一串竹智风铃 叮铃作响 她伸手指了指 将军 这串风铃倒是格外别致 因而肚子里这孩子 最近极爱听响儿 风一吹 她立马有反应了呢 我看这物件 时候也长了 不知姐姐能否割爱 她眼睛微眨 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 我和顾培堂同时抬头 看见风铃被吹得左右微晃 声音干净清脆 我脸色渐沉 顾培堂表情也有些异样 她将林一二往怀中搂了搂 吃她胡闹 等我寻人为你做个新的 可铃就想要这个 将军 你摸摸 她也想要呢 顾培堂不语 她知道这风铃与我而言 意味着什么 林一二见此招不成 叹了口气 早就听闻将军在外 英勇豪迈 欲鬼杀鬼 欲神杀神 偏偏格外畏惧夫人 如今看来果真如此 府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由夫人做主的呢 文言 顾培堂眉头微动 林一二简简单单几句话 让一串风铃的归属 决定了她在府里的地位 她虽在外立具内的人设 可身为男人 如今在心爱之人面前 她却不想让林一二瞧不起自己 顾培堂终于看向我 像是在试探性询问 我心一点点冷下去 缓缓开口 这风铃 将军还没有替我处置的资格 倒是一二姑娘 既然这么喜欢我的旧物 阿兰 去帮我收拾些出来 一并送到一二姑娘那去 林一二走后 得了我一堆压箱底的旧衣服 破茶具 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我房中腾出不少地儿 阿兰问我是否还要在天智 我摇摇头 免得走的时候带着麻烦 阿兰自幼便跟在我身边 当年陪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他也未曾有过半句怨言 可如今 他却叹息 若是老爷还在 将军必然不敢养外事 更别提纵他抢您的物价了 顾培堂这辈子 只向两个人下过柜 一个是本朝皇帝 一个就是我爹 他曾直言 许将军不怒自威 只要眼神扫过 我就心生畏怯 如果我爹还在世 许是满门荣光 顾培堂真的就能如誓言所说 只爱我一人吗 我苦笑一声 月上之头 我和阿兰坐在屋脊之上 夜至深 西乡还烛火通明 林一二纵他十婚星 陪他夜夜不眠 狼情惬意 好不快活 夫人 你看 阿兰突然小声示意我 有小丝从院中穿过 模样鬼鬼祟祟 阿兰抓着小丝 带到我面前时 手里还拿着风缸 从他手里夺过来的信 那信上写的是 武安侯夫人 亲戚 既要给我 为何鬼鬼祟祟 小丝支支吾吾 阿兰一记重梯 在他右肩 他才惨叫着交代 是将军 将军特命我 每每有给夫人的信 都要先给他过目 我心中一沉 撕开信 一字一句看下去 才知晓这些年 我究竟是怎样 被顾培堂蒙在鼓里 宛若痴儿 第二日 我早早起身 对镜苗眉 又换了身出门的衣裳 顾培堂乘马车出门前 我先一步叫住了他 今日秦安公主大赦宴席 你我皆在邀请之列 顾郎难道要自行前去 顾培堂台步的身形一致 他回头 神色一如往常 何时收到的请帖 我竟不知 不早了 别耽误了时辰 我打断他 言笑艳艳 成婚三年 我作为武安侯夫人 却鲜少收到 各大世家宴席的请帖 早年间 我征战沙场 极少与京中贵女往来 早已习惯 刚成婚那段日子 请帖虽不绝 顾培堂为我推掉不少 直到我不喜社交 我原以为他是贴心至极 生怕我应付不过 再后来 我爹被构陷成叛贼 我沦为罪臣之女 顾培堂又说 经中议论纷纷 流言伤人 我听了只会徒增伤悲 更何况 他还叹息 在那之后 无人再请我 可分明 昨夜我在他的书房内 发现了一摞 尘封已久的请帖 每一封 都是给我的 落款名字最多的 正是秦安公主 顾培堂啊顾培堂 你把我囚禁侯府的金丝笼中 到底隐瞒了我多少 赴宴的马车上 他闭目养神 我心中一阵恶寒 两久 才开口道 林一二进门的日子 就定在这月二十吧 他没睁眼 只倾恩一生 宴席是为贺秦安公主 二女儿而设 皇亲国妻 各世家贵族 都携了家眷前往 好不热闹 我随顾培堂下了马车 人群煞事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我身上 有人小声议论 又不知情地 想要上前与我搭话 很快就被人拦住了脚步 只有秦安公主瞧见我 眼睛一亮 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你今日能来 本公主再高兴不过了 热络熟人 宛如知己 可我同她 不过有几面之缘罢了 秦安公主拉着我的手 带我去看了孩子 应提不止 她将孩子抱进怀里 轻声慢哄 四下无人 她撞似无意 将话题转向我 听闻五安侯外事闹进了门 许灵旭 你以前执着的情爱 是现在这般的吗 我一愣 她抬眸看我 三年之情 你是第一次赴约 众人传你恶毒善度 我一向不以为然 总稀计 你还是曾经 我所艳羡的模样 很可惜 你早不如当年 萨爽之姿 她字字如实 砸在我早已 如死痰一般的心 艳上丝竹声不绝 我却耳畔轰鸣 依旧回荡着秦安公主 对我所说的几句话 当年贪恋的情爱 最终走向背叛 昔日 萨爽女将军 已成傀儡人妇 恶心 我自己 都觉得愈发恶心 有人叫我的名字 听闻五安侯夫人 是当年第一女将军 五刀弄枪好不厉害 今日这曲儿也听了 五也看了 不知能否开开眼 看夫人五亿五剑呢 众人负贺 秦安公主 学了旁的话题扯开 那妇人依旧不依不饶 难不成嫁人三年 连剑都拿不起来了 她话毙 我从席间飞身而起 转身从一旁守卫身上 十剑出鞘 陈锋的记忆 在十剑这一刻 陡然开辖 身体随着惯性翻转又落下 手腕轻转 划破空气中的静密 长剑直指嫩喉 许是周身杀气过于害人 那妇人哭出声 我才愣着回神 妇人这舞的是什么剑 分明是要杀人 心脏在胸腔内狂跳 我缓缓收回 似是泥男般朝她解释 抱歉 不会舞剑 只会杀人 阿兰按住 我还在发抖的右手 趁我何必逞强 夫人的手脚 哪里还能惊得起这样折腾 我闽唇不渝 关山一战 我跌落崖底 手脚击尽碎裂 当时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即使后来阿爹为我寻遍明医 也终难彻底治愈 平日里便不可用力 若是遇上阴雨天 骨头缝里都透着疼 当年我性子傲 从未告知世人伤病一事 后来草草嫁人 也惹了不少非议 可我又何尝不想上阵杀敌 做那萨爽将军 心上烦闷不已 我寻借口离了席 男女眷分席而设 顾裴堂就坐在隔壁 我一出门 就听见他们一声声豪爽地笑 有人打趣他 早听闻侯夫人美貌 如今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分明是夸赞的话 顾裴堂却叹了口气 有人似是更懂他一些 替他开口解释 这位出了名的母夜叉 可把咱们顾将军好生折磨呀 这不 前阵子他才刚养了个 温婉可人的外事 要我说呀 女人就得规规矩矩在家 以夫君为尊 这日子才能过得顺意 又有人听了 愤愤不平 顾将军 你一个武将 怕他一个女人不成 要不要咱给你出出主意 重振福岗 顾裴堂这才淡淡开口 夫人能言会武 我哪里是他的对手 众人哀叹 阿兰听得握了拳头 就要冲上去 夫人何时与他动过武 将军这般胡言 岂不是污了您的名声 怪不得百姓都说 您母夜叉 夫人们也都敬而远之 奴婢当时哪里来的不入流传言 没想到竟是将军亲口所言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摇头制止 若是这时 不管不顾冲进去质问 我倒更坐实了母夜叉的恶名 阿兰 现在还不是好时机 我借口身体不适 先回了府 可门前看守的小厮不知所终 就连厨房的烧火丫头 也不知去了何处 阿兰打听了才知道 府里上下的奴仆 都去林一二那领银子去了 众人一见我 皆慌张散去 只有林一二还带着肚子 靠在躺椅上 挑衅看着我 姐姐怎么回来这样早 莫不是外面流言太甚 姐姐受不住 门前无人当职 柴房着火未熄 你至整个侯府上下 安危于何地 还有 一二姑娘 银子从何处来 林一二截然一身 连身上的衣裳 都是顾裴唐花钱买的 她自己不可能 有银子打点下人 我问得直接 她却不答 姐姐怎么如此生气 是见我这般慷慨 怕府里上下 都不听你使唤了 放心 将军说了 即使我进门 大家都以您 这位侯夫人为尊 我重复了一遍问题 她才嘟着嘴答 将军送我的重清御符 我换了钱打点下人 夫人也要管不成 重清御符 是我在她顾裴唐 出征重伤的三个月里 日日在重清寺诵经祈福 为她请来的护身符 那御符本不值什么钱 但经中盛传 只有用心制成 打动文卿大师之人才 可得此符 因为稀少 所以昂贵 顾裴唐曾握着那御符 说此生绝不负我 御符就和她性命一样重要 可她转手就送给了林鸭 真心被狗践踏 我几乎笑出声 一二姑娘 将军真的很爱你 全府上下玩忽指手 按不同程度发了阅历 至于顾裴唐 她回来便赢了我一巴掌 从茫然震惊 到被我拆穿后的不知所措 和恼羞成怒 她脸上情绪多变 宛如戏子 两久 她叹了口气 阿絮 护身符都是哄人的东西 我一向不信这个 若不是你为我而求 我根本就不会戴在身上 你如今竟然为了这么个东西打我 到底是心性变得急躁了 她摔门而出 去了西院 阿兰在院里披了一摞木柴 一言未发 见我出门 她才叫了我一声 小姐 她不再喊我五安侯夫人 而是上京许氏独女许灵婿 许家小姐 恶人总不知满足 第二天 我的竹志风铃 被人扯了一地 明晃晃躺在地上 是林一二的趾高气阳 也是我的满盘皆输 顾培堂说 以我这个侯夫人为尊 可一个御服 林一二就是出了 自己在顾培堂心中的位置 远在我之上 她料定了毁坏风铃 顾培堂也会为她撑腰 可她错了 将军昨夜 许灵旭 你疯了 我刚一进门 她还想炫耀 两人如何恩爱 可下一秒 就发现我像个疯子 我眼神麻木 一件件砸碎西乡 所有瓷瓶茶盏 又挨个挑破 顾培堂 为她买的所有漂亮衣裳 无人敢拦 只有林一二不死心 哆嗦着声音 骂我泼妇 让我助手 最后 我用剑指上她的运动 我不与你相争 你为何要三番两次挑衅 命剑至此 林一二的手 被碎瓷划伤 渗出大片鲜血 她被吓得不敢妄动 你敢碰我 将军一定会杀了你的 剑剑刺上她的衣衫 我笑道 你是不是以为 我很怕她 是她怕我 怕得要死 在这段感情里 顾培堂从来都是卑微的那一个 当年我率兵出征 她得恭恭敬敬 叫我一生大将军 后来雨夜长跪 她红着眼睛 说迟早能配得上我 直到现在 她都在以不断贬低我的方式 来为自己的所有错误开脱 所以 林一二 顾培堂这样一个懦弱的人 怎么会为了你 而鼓起勇气杀我呢 你看 她慌张进门 看到这样的闹剧 第一反应不是心疼你 而是看我的眼睛 她知道 这一次 我真的生气了 只为了一串就风铃 我没有杀林烟 也没有碰她的孩子 我只费了她一只手 当着顾培堂的面 鲜血淋漓 即使是长剑划破的瞬间 她也没有冲我发怒 只是软着嗓音求我 阿絮 她罪该万死 你别碰她 冲我来好不好 不好 做错事的人 要自己付出代价 顾培堂 很快就到你了 走出西乡 阿兰握住了我发颤的手 她扶我一步步回到主院 又将被踩坏的风铃 装进不带 小姐 老爷当年为您做风铃时 说希望您以后天天开心的 您难过成这样 老爷她泉下有之 也心难安 风吹影动 逐凳微凉 那年我七岁 阿爹出征大劫归来 身高马大的她 一把将我扛上肩 一扔很高 又稳稳落进她怀里 我眨眨眼 问她要礼物 她耍着花样 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弓 宛如珍宝般递给我 我却脑急 我是女子 日常要跟师父 五刀弄枪就算了 阿爹连礼物 都要送我小弓 我不要 我不要 阿娘笑她不懂小女郎 她望着院外竹林 开口解围 风洞灵响 世家小姐们 最近都兴风铃呢 你给阿旭坐个吧 阿爹那样一个大块头 就拱起腰 一片片为我削起了竹子 我坐在一旁的竹凳上 双腿摇晃 她边忙活 边笑咪咪地念叨 小阿旭要永远开心 听着铃声就开心 她顿了顿 听不见的时候 也要开心 像是在诗什么西域术法似的 只要念出来 就能把祝福藏进风铃 等它实现 如今竹林消散 阿爹试试 连风铃都碎了满地 晚上一点温热传来 我抬手抹去湿润 扔了吧 阿兰 风铃不响的日子 我们也要开心 林烟伤了手 又受了惊吓 她向不闻 便在院子里安心养着 许久未曾出门 流水一样的补品送过去 顾培唐得空便去了她那边 这日 我闲来无事 刚翻开一本兵书 就被来人摁住了双手 是顾培唐 她应该刚收到我你好的和黎叔不久 阿絮 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我给你买了 明凤楼新进的腌制水粉 连相隔的桃花酥 还有酒酿 她像献宝一样 把带来的宝贝挨个在我面前展示 可我连看也未曾看一眼 我想要见 顾培唐一愣 没想到我会要这个 毕竟成婚三年 我从未在她面前舞刀弄枪 她以为我放下了 她希望我如其他世家夫人一般 身居内宅 以福为天 操劳一生 她以为我快要做到了 可如今 在她赴我之后 我说我想要见 她难掩眸中慌乱 紧紧握住我的手 听闻你在公主宴上舞了剑 甚是风光 那些命妇们都赞叹不已 可是阿絮 你的身体已惊 是吗 命妇们是赞叹不已 还是吓得魂飞魄散 官臣们对你是艳羡有加 还是同情之志 我盯着顾培唐 所有人都觉得我善度恶毒 把我当成上金母夜叉 所以我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 这一切都拜我的夫君所赐 她猴杰上下耸动 握着我的手指节泛白 阿絮 你听我解释 她半蹲在我面前 言辞诚恳 我正开手来 抚了抚她的脸 顾培唐 你到底怕我什么呀 面前人身子僵了又僵 过了许久 她回答我 我怕世人 笑我靠娘子上位 也怕你这样优秀的人 被旁人瞧上 阿絮 你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声音都在发颤 成婚后 顾培唐对我百依百顺 是在向世人宣告 他爱的是我许灵婿 不是许氏名门 后来有人在他面前 对我多加赞叹 他又自卑作祟 怕会有其他人爱上我 再后来 他在林烟那里 获得了满足 又发现不断贬低我 能降低他违背誓言的 罪恶感 我大概明白 他是如何想的 却无法接受 我爱了多年的顾培唐 是这样懦弱恶心之人 手指轻移 我死死扣住他的脖梗 你如此惧怕 世人流言 为何又要将我置于 恶名之下 他说不出话 眼中却一出一点泪 可我杀不了他的 我一个手腕坏掉的人 怎么杀得了战神武安侯呢 直到我疼得受不了 骤然收手 他还保持着刚才半蹲的姿势 我再次开口 顾培唐 我们合理 他听见我说合理 像是没反应过来似的 呆愣了片刻 很快 他起身 俯视着我 原本好看的眉眼此刻 因为愤怒 而变得扭曲 我背龙在他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 因为林烟 还是我在外那些话 难不成是因为风铃 还是玉符 我抬眼看着他 一字未语 他都知道 因为这些 还不够吗 你的不忠 你的纵容 你的诋毁 足够摧毁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顾培唐大概觉得 这些都举足轻重 他笑了笑 像看龙中 吐般轻蔑 阿絮 你如今声名狼藉 没人会再娶你 分离崩溪之际 他露出尖崖利爪 以胜利者的姿态 对我极尽嘲讽 可他忘了 原本这母夜叉之名 就是他编造的谎言罢了 离开他 我自高飞 我也从凳子上起身 你知道的 我向来离京叛道 我可以以女儿深入军营 也可以不顾重义 嫁给顾培唐 如今 我也可以从侯府走得干净磊落 不在乎是否还有人愿意娶我 我和顾培唐面对面站着 有穿堂风吹过 我从未如此清晰地认知到 他配不上我 顾培唐还未在和离书上签字 阿兰就已经开始筹划 我们今后的去处 江南 江南最棒了 每每行军路过 都觉得景色极好 我这些年攒下得够开个茶馆了 小姐你歇着 我来招呼客人 我文言笑道 我倒是想开个武馆 只收女子 叫她们些拳脚功夫 哪怕用来防身也好 阿兰点头 夸我这主意不错 手上还忙着折梅花 天气渐冷 他说要让厨房给我做点梅花糕尝尝 谈笑间 有人停在我身侧 规规矩矩行礼 夫人万福 他身高肩厚 透过外袍也能看出常年练武的痕迹 应该是军中某位来找顾培唐义士的 我简单回应 那人才抬眼看我 夫人可还记得我 这人眉眼间情绪淡淡的 我望着他的脸 这才觉得有些面熟 袁叔 早年间 他和顾培唐一同在我父亲手下做小将 后来他犯错被调去火房 我同他便没怎么再见过 他看着我 似有千言万语 张了张口 却又抿唇不发 良久 他道 夫人如今 变化很大 我沉默 知晓他话中的意思 走之前 我问袁叔 此次南下 他是否也去 他点头 那双和煦无波的眼中 分明燃起一丝欲望的火苗 南离国贫扰边境 皇帝再次提前了行军日期 顾培唐作为义军主帅 事务繁杂 原本准备这月二十迎林一二进门 也提前到了今日 与林一二所想的风光不同 只一顶小轿子送他入了门 仓促得很 他不满 不知说了什么 惹得顾培唐不痛快 半夜来了我这里 我把心里好的和煦书 再次扑在桌面上 背好笔墨 等他下笔 他气得砸了艳态 许灵旭 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你对烟狠拉至此 我知晓他有错在先 不曾说过你一句不是 你还要怎样逼我 憔悴与懊恼俱存 我看着他猙獰的面目 心中倒是分外平静 难离地狱极险 你此去 可有把握 听我谈极战事 他勉强平静下来 以往每每出征 他都要与我商讨上 许久地形战术 何时攻 何时防 都要过问了我的意见 他今夜来 大敌也是为此 约莫六七成吧 难离人狡猾 机关战术颇多 实难应对 我问他 南离国曾有人 画过一幅机关图 如能获得 则对战事大有弊异 你可知道 他点头 有所耳闻 只是那机关图早已失传 如今也来不及去寻 若我说 我有呢 顾培唐抬眸看我 满是不可思议 随后染上惊喜之色 好阿絮 你有这样的宝贝 静藏至此 现在才告诉我 有了这图 简直如有神助 此战若成 皇帝必定龙心大悦 大有奖赏 我不紧不慢 从地上捡起燕台 朝他地上比 用和离书换 顾培唐犹豫了 当年我同你在牙底苦挨数月 风雪满天 你抱着我 为我取暖 你说 我们若能活着出来 你哪怕豁出性命 也要娶我过门 我爹未厌你真心 三次将你拒之门外 你跪在雨夜里 说此生只爱我一人 说你今后 必将建功立业 与我比肩 后来呢 你骄养外事 故意回我名声 践踏我的心意 这三年的许灵婿 不过就是你 豢养在龙中的一只兔子 可你知道的 顾培唐 兔子急了 也会咬人的 我颤着嗓音控诉 他依旧不语 直到我回身 从蜜匣中 拿出一幅机关图 他的神色 才有了些许变化 阿絮 终究是我对不住你 顾培唐沃着笔 一笔一画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同他交换 温热的眼泪滴 在他手心 他匆忙要来替我擦泪 我却退后一步 冷漠疏离 不早了 将军请回吧 顾培唐走时 步伐有些亮强 阿兰走近 睁着大眼问我 那可是千金难求的机关图啊 将军他如此负心 小姐你怎能拱手给他 我开始收拾行李 那是假的 我又不傻 阿兰震惊 小姐英明 刚才你掉眼泪 我还以为你舍不得将军和机关图 我笑 做戏做全套 这样顾培唐才能信我 那真图呢 自有去处 此日 行军队伍还未出征 我已和阿兰出了府门 街上已然众多送行之人 我们避开人群 走了小路 却不料 遇上几位宿醉的公子哥 摇摇晃晃 却还要对一柔弱女子 意图不轨 解决他们很轻松 可还未出城 我们便遇到了麻烦 其中一位身宽体盘之人 是如今刑部上书之子 杜尹恒 阿兰手中 卸了他一根胳膊 府衙内 有人认出 我是五安侯夫人 小声与那杜公子迪顾 说我身份尊贵 是个泼辣记仇的主 杜尹恒听着五安侯的名讳 情不自禁 缩了缩脖子 小爷我胳膊不疼了 不告了 原以为这是就此作罢 却不料有人上前同他而语 哎等等 他停住脚步 原来是个气负 如此泼辣 怪不得侯爷要羞气你 早听闻是个罪臣之女 今日没了五安侯府撑腰 还敢招惹小爷 我平静看着他 只澄清一件事 我爹不是罪臣 杜尹恒黑黑一笑 重复了三遍这个词 我起身 横起一脚 踹上他的小腹 力道之大 我都有些量呛 你爹刑部尚书杜修仲 原先是个穷苦书生 赶考途中厄运 我爹路过 不但好心给他干粮 还将身上银两赠予他 不求回报 杜尚书为人清廉自持 只可惜 生了你这个 有手好闲的 无赖东西 毁他明洁 杜尹恒你你你我我我 没再说出什么来 牙医将我和阿兰 关进大牢 嘖嘖两声 说可怜两个小美人 怕是难逃一死 阿兰气得直咬牙 定是林一二得了消息 告诉那杜尹恒小姐 和将军合理的事 小姐明明无措 到他那竟成了休妻 真是满口胡言 林一二对我怀恨在心 借机折磨 牢中湿冷 我的手脚痛到极致 几乎不能站立 被人一盆冷水骤然浇下 阿兰则因对杜尹恒下手 被带到刑房 手指被湿以真行 痛到昏厥 看守送饭时 我塞给他挤订银子 求他帮我给一个人 带个口信 如今这天下 怕是只有一个人 愿意帮我了 秦安公主来得很快 杜尹恒被他爹带回去 打了一顿 我和阿兰则被接到 公主府养伤 公主亲自为我的手脚 敷了伤药 动作轻柔 你倒是会搬救兵 怎知我就愿意出手相救 公主心有红胡志 若得了消息 定不会让我惨死欲终 他眉眼略显悄悴 苦笑出声 什么红胡志 不过清梦一场 幼时我曾去过你家 看见你一个女儿家在练剑 当时心中颇为震撼 原来女儿家也是可以 舞刀弄枪的吗 后来我回宫求父皇母后 让我和皇兄们一道习武 他们却吃我心思荒谬 罚我跪了两个时辰 我便再未提起过 我只能默默关注 看许家姑娘越发英气 不但入了行舞 还领兵打了好多胜仗 我敬仰 崇拜 更想要成为你 可惜我不能违背皇命 于是久居深归 是灵则续 如这世上万千女子一般 在这后院潦草度一生 许灵婿 你嫁人那天 我曾想 若我是你 定不会做出这样蠢笨的选择 可如今我才知晓 你并非不愿再战 而是不能了 她一口气说了许多 最后泪眼妈撒 叹了口气 像是在惋惜我的一生 又像是在哀叹自己的可悲 我看着她的眼睛 目光坚定 这世间道义准则 皆是由人定制的 旁人说我离京叛道 不过是因为我所走的道 无人走过罢了 若有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 那这样的道 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新的道义准则呢 秦安公主愣着了片刻 随后她缓缓握住我的手 面上盛开一抹笑意 只于一滴泪 悄悄从眼角滑落 阿兰身子好些后 就嚷嚷着开武馆的事 小姐 你若不愿离京 咱们再上京寻个地方也好 我却拉她坐下 不开武馆了 她疑惑 问我为何 你武功极强 那日分明 占了上风 为何还差点惨死狱中 她想了片刻 低头不语 原先我们想得简单 认为女子体弱 只要多练些力气 学一些刀枪棍棒 使一些打斗技巧 就能在遇到危险时 保护好自己 可危险并不止来源于蛮力 来自达官显贵的顶层压迫 夫主妇随得主流论调 甚至亲生父母的教育训诫 都无疑不再驯服女子 她们被关进所谓女德的笼子 失去自我 永不见天日 意识不到危险 往往才最危险 阿兰听得似懂非懂 侯府是个龙 我们逃出来了 但这天地间 却还有偌大的一个龙 我们逃不出去 小姐 是这意思吗 我点点头 公主突然在远处 唤了我一声 南边来的信 关乎顾培堂 阿絮 你要看吗 若是以前 听闻半点 关乎战场的讯息 我都要紧张万分 可如今 我内心竟毫无波澜 战事结束 捷报早几日 已传入上京 信是公主的一位友人寄来的 更多关乎一些 日常琐碎的记录 关于顾培堂的 只有寥寥数语 主帅误入敌军陷阱机关 双腿禁断 我不知是怎样一番场景 大约能想象到 他痛到失声 惊慌失措的模样 他这样一个 靠身体建功立业之人 没了双腿 该有多么绝望 那时 他该发现 我给他的机关图 是假的了 被最信任之人 欺骗的感觉如何 是想杀了我泄愤 还是悔恨自己 太过相信我 我猜都有 可顾培堂 我又何尝不信任你 当年许家被抄家 我拼死要寻求真相 为爹娘讨回公道 他安慰我 为我奔走 为我求皇上开恩 我把顾培堂 当成世间最后一点依靠 可凶手竟然就是他 为了向上爬 他要除掉我爹 为了报当年将他拒门外之辱 也为了让我无依无靠 终生依附他而生 他更要除掉我爹 如果不是偶然遇到袁叔 我也许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 所以作为谢礼 真正的机关徒 我交给了袁叔 大军得胜归来 金鸾殿论功行赏 主帅顾培堂判断失误 差点酿成大错 袁叔力挽狂澜 凭敏锐的判断力 识别难离机关阵法 待全军扭转局势 乘胜追击 顾培堂身负重伤 隔职安置 袁叔受封骁龙将军 赐新居 金银麻痹等 当日 袁叔来谢我 多谢小姐相助 我答 你提供顾培堂诬陷我爹的证据 我祝你报复他 登上高位 也算两轻 他神色依旧淡淡的 当年 我和他一同练骑射 他失手射杀了村民养的羊 却悉数推在我身上 我因此被调去火房 一待就是两年 他在阵前杀敌 战功赫赫 我在火房杀鸡 寂寂无闻 若不是因为这件事 当年关山一战 与小姐一同跌落崖底的 也许是我 我未诚想 袁叔会说出这样的话 其中深意 我更愿归结于不甘心 他没再说什么 只笑笑 同我告别 我带着一封书信 和袁叔留下的一名老翁 跟随公主一道 进宫面圣 当年五皇子起兵谋反 我爹被人指为同党 从家中搜出与其书信往来若干 其中步伐大逆不道之言 当晚 我爹就被赐死 许是无意活口 我作为外嫁女 逃过此劫 如今 我将与当时自己一模一样的书信 呈给皇上 又由老翁当场书写为证 已是当年书信 为此人模仿我爹笔迹所为 老翁亲口交代 当年指使他之人 正是顾赔堂 人正物正俱在 不容置疑 皇帝震怒 顾培堂被剥夺封号 满门抄斩 不留活口 已为许是满门忠烈之魂 我爹终于洗清罪名 得见天日 皇帝为宽解我 封我为郡主 许我重见徐府 一切好像都尘埃落定了 出宫后 我去了一趟将军府 宣旨的公公还未到 府里还算平静 门前无人职守 院内聚了不少下人 正围在一起斗区区 一看见我 所有人立马打起精神 各自归位 我笑道 不必如此怕我 如今我已不是你们的将军夫人 有小丫鬟红着眼睛 走过来轻声啜泣 夫人 可我们都记着您的好 您在时虽然对我们偶尔严苛 可也讲乏分明 大家各司其职 每个人的活都还算轻松 可那位就不一样了 刚开始是拿银钱散给我们 您走后 他轻则谩骂 重则棍棒伺候 一切都随他心情 而且就要干这个 你要干那个 我们都快被折磨死了 他带了头 紧接着有不少人跟着附和 我只笑笑 没再说其他 寻到主屋 顾培堂正躺在床榻上 看见我来 双手死死撑住床檐 像是在挣扎起身 可双腿近断 一切都是徒劳 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 变成了苟延残喘的废人 我唏嘘不已 阿絮 我如你所愿 放你自由 你为何还要害我 真正的机关图在袁书那 你是不是 早就与他暗通款区 啪 我给了他一巴掌 清脆响亮 顾培堂 你什么时候 能改掉张口就乌人 名声的习惯 我为何帮袁书 你当真不知缘由 我爹曾聚你三次 你便恨极了他 后来他助你平不清云 你又嫌他的存在 挡了你的路 你这样一个恶心至极的人 怎么配与我并肩 他这才知晓 我已经掌握了 当年的真相 他也终于知道 自己离死不远了 泪珠从眼角划过 他发紧的身子 渐渐变得平稳 像是接受了现实 他语速也放慢不少 阿絮 我穷急着一生 都在拼命地争取 小时候 与野狗抢食 是为了活着 后来 我拼了命的习兵法 练剑术 是为了建功立业 我想有和你站在一起的资格 后来得偿所愿 我又怕呀 怕你这样好的姑娘 会有一天重回自由 你会拎着剑 和我说后会无期 后来你没了许佳 又上不了战场 我只要让所有人都不喜欢你 你就会知道 只有我 只有我可以一直陪着你 我吃笑 歪理邪说 至于林烟 那晚是我喝醉了酒 后来他有了孩子 阿絮 我们膝下无所出 我需要一个孩子 我所努力换来的一切 不能随着我一起烟消云散 我曾对你发过的事 句句真心 你可相信 我丝毫不怀疑 当年他曾爱我入骨 可他太过自卑 又惧怕失去 爱得过于扭曲病态 这样的爱 对我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真好 你如今独立又自由 好像当初那个 美眼伶俐的徐晓将军 我怎么就忘了 当初我爱的 就是这样的你 可你把我养在笼中 整整三年 顾培堂看向我 很欣慰 又满眼崇拜 他笑 若再有一事 我必不负你 阿絮 再叫我一句顾郎好不好 我站得离他很远 顾培堂 别恶心我了 林烟挺着快要足跃的大肚子 跨进门 恰好瞧见我 哟 看见旧爱这副模样 心疼了 放着好好的侯夫人 不做 非要合理 前阵子进牢狱 那帮人怎么没把你给折磨死 顾培堂气急 骂他一句贱人 他兴致勃勃 将窗台上 那对我未缝好的呼吸 打落在地 来人啊 这女人擅闯侯府 把他给我拖出去 阿兰下意识 护在我身前 可吓人们无人理他 林烟脑了 伸出左手就要推我 却被阿兰扣住手腕 我淡淡开口 烟姑娘 你就伸这一只手 怎地还不仔细些用 哦对了 你如今是顾培堂的妾室 又怀了他的孩子 你猜他身犯死罪 你还能不能活 林烟一下子吓傻了 他扯着我喊 你什么意思 他不过就是判断失误 误入陷阱 都已经没了双腿 皇上为何还要杀他 我不理 只拍了拍衣袖 带着阿兰离去 林烟还想拦我 被顾培堂喝赤住 他说 任命便是 这是你当初灌罪我 怀上身孕的代价 林烟一声嚎啕 哭得极惨 我走时 劝侯府丫鬟小丝 出门避火 众人虽一头雾水 却也听话照做 果不其然 大火从主屋燃起 很快就吞噬了整个侯府 有小丝急着要去救火 阿兰把所有人都摁了下来 宫中来宣旨的曹公公 姗姗来迟 哎呦这火烧的 倒是给奴家省不少事呢 房屋倾塌 化为乌有 侍卫进去喝茶 出来后称 两具尸体已经烧焦 但可根据身体特征确认 是断了腿的顾培堂 和怀孕的妾室临压 侯府众人 皆面面相去 我道 各位的卖身器已烧毁 即刻恢复自由身 可各寻去处 人群散尽 武安侯府 彻底没了 秦安公主膝下有二女 她请我教姑娘们习武 也请了个女先生 教她们学文 有世家知晓此事 便悄悄送了自家姑娘来 求我们一同教授 公主问那夫人 这可是离经叛道之事 你不怕 夫人摇头 我自己吃过的苦 断不能让她重蹈覆辙 小姑娘七岁模样 也拉着我的袖子 眼神坚定 姐姐 好女儿志在四方 你可以收下我吗 我和公主被她逗笑 硬下了 后来一传十 十传百 公主府已经收了不少女学生 秦安公主 看着日益壮大的队伍 又高兴 又害怕 若是让父皇知道了 咱们怕事都得掉层皮 女先生和我对视一笑 公主可知 我们有学生多少个 三十六个 京城名门世家百余户 担在我们这里读书的 就占了三十六户 如此声势浩大 你猜皇上知不知 秦安公主眼睛一亮 所以父皇 她都知道 岂只知道 有大臣上奏 请求彻查此等离经叛道之事 皇上都一概不理 鉴于此 我和秦安胆子大起来 出了上京 开始在村中开设女学 阿兰自告奋勇 去那当了女武师 她走那晚 又和我一同坐在 郡主府的屋脊上赏月 我们聊少时去世 聊今后的规划 很默契地都避开了 关于顾培堂那段日子 她望着满天繁星 笑道 小姐 我们的女学生 要像猩猩一样多 如果我们出不了笼子 那就帮他们 把这笼子 打出一个缺口来 我们走同一条道 总有一天 能把这笼子彻底打破 崇宜二十七年 皇帝病重 我和秦安公主入宫探视 皇后握着皇帝的手 招呼我们 坐到他们身边去 老皇帝看见秦安 眼眶一瞬就变得湿润 他问秦安 你们忙活十年 成效如何了 秦安惶恐 要跪地回他 却被他按住手 制止住下一步动作 已设民间女学 一百零七所 女学生五万余人 年龄最大 皇帝听着 展出笑意 朕和你母后 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当年拒绝你学武 才导致你后来 你被歹人欺凌 手无腹肌之力 反抗不得 我们精心为 你责的好夫婿 却也只是个 好功名的虚伪之徒 有时朕想 你若也离京叛道歇 会不会过得 更快活一点 好在后来 遇见许家这姑娘 你们品性相投 做的又是些 朕从不敢放手 去做的事 你高兴 朕和你母后都高兴 秦安低声啜泣 方知这些年 皇上的包庇纵容 都是在弥补当年 对他的亏欠和愧疚 朕膝下 只有两个皇子 原以为精心培养 定能有个出息的 谁料 爱 不中用的东西 皇上咳了好一阵 才又堪堪出生 秦安 我问你 可知接下来 该怎么做 崇宜二十九年末 皇帝驾崩 尊先帝遗诏 由皇女秦安公主 即位 消息一出 满朝哗然 谁也没想到 两位皇子 你死我活 逗了二十年 皇位却落到 这位一心 兴办女学的 皇姐手中 可再不甘心 却也无可奈何 秦安 即位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科举 为男子 参与选拔的制度 姑娘们苦读多年 终于也有了 入朝为官的机会 走出后院 他们不再是活在 父母夫君口中的傀儡 不再只执着于 秦旗书画 精心钻研女工 万千世界 他们自有万千选择 秦安下了潮 累得口干舌燥 这帮老顽固 何时才能开话 我打趣他 有时 陛下曾崇拜臣 可习武炼剑 如今您身居高位 只有臣仰慕您的份了 他也笑 不必仰慕 今后要废改之事 实在太多 你只要留在朕身边 尽心辅助就极好 我在秦安身边待了七年 后来正通人和 女子渐渐与男子地位无异 是农工商 行刑皆可涉猎 我如愿请辞 叫上阿兰一块游历山水 我们坐在咸云风上 风轻云淡 心绪也跟着宁静下来 他问我 笼子破了吗 我轻轻闭上双眼 听风给的答案 下轻轻袋 稍微快 Brew